TVB新闻 武少龙的一帮SNG小组 高雄报道 关心政治焦点 国民党接连败选就连深蓝的眷村铁票也几乎开不出来 未传这是因为马总统就任以来一直都不顾虑深蓝群众的感受有关系 所以马总统今天就特地利用跟退役将领们喝春酒的机会跟军军们解释 说取消将领春节慰问金是因为监察院提案纠正 他必须依法行政 而不把自由广场改回大中制政是社会意见领袖开会的最后决定 总统更是利用机会跟一起出席的台北市长郝龙斌实质紧扣 要破除弃好宝马暗住苏贞昌的政坛传闻 跟郝龙斌实质紧扣 总统要破除弃好宝马的政坛传闻 总统对好市长的选情有没有信心 好市长 当然有信心啊 有人说他当选 拜托 我们一定是因为说要弃好宝马 我支持都来不及啊 镜头前总统把好龙斌的手握得好牢 总统喝得微醺 因为中午他和退役将领们餐序 一杯杯干 拌甘金 对将领们在意的自由广场不改回大中制政 总统跟大家解释解释 对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但是大部分都认为名称不改并没有很大的关系 自由的两个字跟我们先总统讲过连在一起 对他绝对不是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不只怕自由广场的牌楼变成老将们的眼中钉 总统也怕取消退役将领圈杰魏文金的事 又让大家不开心 总统保证会想办法解决他更再一次反击 四大野人说他不做事的批评 你说我神父没有做事我不接受 你说我有的事情做得不够好我承认 但是我绝对不是在做凶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全民的人民 就怕深蓝铁票又生锈 总统兼主席得把话讲清楚 不让军眷们心中的误会 又影响下一回的投票动员 TVBS新闻苏伟成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